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且很荣幸 我们也即将成为这里的议员了 因为通过考试 我也马上要拿到记者证了 在这儿也要祝自己和其他所有的记者们 同行们 节日快乐 今天我们也制作了记者节的特别策划 听记者说 稍后我们来一起听听守王都市记者的心声 那先来看一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进交警 撒腿就跑 不是胆太小 是喝了不少 我喝酒从来都不感觉 你看那警察跑了 我喝多了 我就愿意聊 不随呼吸检测 咱们强劝给他带到国医院进行抽血 进来四天了 有没有反思啊 立东吃饺子 今天长春各饺子馆排队火爆 把包子现在都在门口排队了 因为人特别多 屋里都沾不下 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我觉得特别的好 心里很温暖 庆祝一下我们立东了 电信老化该谁维修 电业部门划分责任 七巡老人生财有道 组织卖淫 被抓现行 好 喝了 再来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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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多得可人 值得可人呢 这个卖淫女就是一个三十匹车女司机 每次都是二十块钱到三十块钱步的 第一时段来说说出现安全 其实要说的还是一个老话题 什么呢 酒驾 酒驾的危害有多大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是还是有司机是罔顾安全 2019年10月30号晚上 公主领事官局交管大队的民警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一位奇怪的驾驶员 这驾驶员有多奇怪呢 看到民警车都不要了 是撒腿就跑 咱民警也够执着的 就这么追了三公里 确实挺奇怪 那你硬看啊 一看交警就跑 肯定是知道自己已经犯法了 那明智还故犯呢 而且这位开的是营运车辆啊 这样的行为必须严惩 最后啊 这名驾驶员是被吊销了驾照 而且十年以后才能重新靠 我想你就告别出租车了吧 2019年10月30号晚上9点18分左右 公主领事官局交管大队民警 在国文大街由西向东方向进行违法检查时 发现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形迹可疑 这个出租车 发现我们那个在前面有插酒驾的 它离我们200座米的地方靠边停车 锁上车 起来就跑 完了我们一看 这车指定问题 就是大伙就开始撵它 撵它一咕了 它就跳到桥下 钻到内核的草丛里 我们之后得有两公里左右吧 又多方搜索把它搜出来了 民警在对其继续询问时 就闻到了这名驾驶员身上有非常浓重的酒味 但是对于民警的询问 驾驶员并不正面回答 只是说自己喝酒不开车 不随呼吁检测 在那个药监港离国人医院 也就是十多分钟的路上 咱们强制给它带到国人医院进行抽血 因为这名驾驶员始终不承认 其饮酒后驾车的行为 民警只能是利用技术手段 对驾驶员王某当天的轨迹进行研判 在附近找民用的监控 它是1点40进入饭店 进到饭店 开始喝酒 一直喝到4点半 喝完酒了之后 除去也没上车走 直接就溜达下来 溜达一圈 9点15上的车 通过监控视频 民警发现 10月30日晚上9点16分左右 驾驶员王某驾车离开 在出租车驾驶室内的行车记录仪显示 当行驶到国恩大街 游西向东方向药监港附近时 驾驶员王某看到了交警 正在查处违法行为 马上就停车 下车开始逃跑 这时的时间是晚上9点18分 正与直气民警发现 该驾驶员汽车逃跑的时间吻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四款制规定 公安机关对王某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 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守望都市白鸽公雷公主领事报道 接下来这个救援现场呢要给大家提个醒 因为现在又到这个秋收的季节了 如果一个不小心的话可能收获了果实 却伤到了自己 我说的这番话是11月6号 吉林省延面州长安镇河东村的一名 收割机驾驶员最痛的领悟了 他当时正在驾驶收割机收玉米呢 结果一不小心把这右手啊就绞在了齿轮里无法取出 幸亏是消防员及时赶到啊才把他救了出来 出事的地点位于长安镇河东村 经了解得知收割机驾驶员因操作失误 导致右手被收割机滚轮挤压住 无法取出情况紧急 为了避免二次伤害 消防队员经过仔细观察 首先对其进行简单防护后 利用无耻具厌压破裁工具 对机器进行破拆或破装救援 再来说个法规这个法规呢是跟疫苗有关的 说到疫苗大家都知道疫苗呢不同于一般的药品 因为主要接准的对象呢是儿童 所以疫苗的管理严格与否呢 可以说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 那疫苗管理法将于12月1号啊 在我省落地实施 为此啊我省的卫生健康部门呢 也在积极地做着准备 按照疫苗管理法来严格的监管行业 11月8号记者在省卫生健康委处了解到 新出台的疫苗管理法 即将于12月1号在我省落地实施 据了解 疫苗管理法中明确规定了 生产销售的疫苗属于假药的 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疫苗 获值金额15倍以上50倍以下的罚款 生产销售的疫苗属于裂药的 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疫苗 获值金额10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 疫苗管理法的制度设计中 充分体现了药品食品领域 四个最严的要求 疫苗的这个全链条 包括这么五个环节 研制的环节 生产的环节 流通和预防接种 包括这个监督管理 我们一定要把疫苗的预防接种环节 这个做好三杂七对医院证 据省卫生健康委介绍 我省为疫苗生产数量较多省份 目前全国40余家疫苗生产企业中 吉林省占6家 为了能更好落实疫苗管理法 我省卫生健康部门 也积极开展了相关培训工作 并对下一步具体落实 做出了安排规划 下一步嘛 积极宣传这个疫苗管理法的 立法的宗旨 和相关的这个权益和要求 守王都市 丞翰广为报道 其实一开始 我跟安格就非常深情地 在致敬记者节了 那今天除了是记者节 还是立东 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 那说到立东 可能很多人都非常自然地 会往下接 立东是饺子 虽然是要吃饺子 这饺子也好吃 但是要是就包起来吧 像我可能手有点笨 不过我猜很多一些上班族 学生族 确实不光手笨 还没有时间来包饺子 这剁馅后面确实挺难的 不管说上饺子馆 吃顿饺子 我还是愿意去的 也相信很多人 都是这样选择的 那接下来呢 跟着我们的记者镜头 去饺子馆 来看看有多热闹 立东吃饺子啊 也是源自娇子支持的说法 那么立东的时候呢 正是秋季和冬季之间的交汇 所以选择在今天吃饺子的市民啊 还是非常的多的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 就是长春市的一家饺子馆内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饺子馆里呢 也是排起了长队 小小的饺子 承载的却是深深的情感 许多市民都表示 希望能够通过跟家人一起吃饺子 来共同感受节日的欢乐 按照东北的习俗 咱们四例 立东应该吃饺子 一个是不养身体 再一个呢 应该是这个节气 我是来自安徽的 然后我在这边上学的时候 才发现 大家都到节气的时候 都得吃饺子 然后我也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我觉得特别的好 心里很温暖 庆祝一下我们立东了 跟一下习俗 吃一下饺子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 立东除了吃饺子以外啊 天气也是逐渐转凉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增添衣物 注意保暖 警防感冒 这里是《爽都市》记者 孙俏富强 为您发回的报道 立东就得热热乎乎的吃顿饺子 因为就像刚才记者说的 立东一到啊 这寒潮就要频频的来报道 而且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说立东一日 水冷三分 而且我妈一早上还告诉我了 你要是不吃饺子啊 小心这耳朵冻掉了 那这立东啊 确实得养生 该如何养生呢 该如何防治疾病呢 咱们来听听徐欢说节气 昼夜交替 春去冬来 徐欢说节气 陪你感知冷暖 气象变换 四季更替 徐欢说节气 我们来聊聊节气里的秘密 我是徐欢 今天是2019年的11月8号 农历十月 灯寒乍起 这是一个既喜且优的时节 此时呢 人们一边聚餐会也 欢庆丰年 一边天衣家务 未度寒冬而做足准备 我们也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至的 立冬时节 立冬节气 在每年的11月7号或者是8号 是24节气当中的第19个节气 那我国古时民间习惯以立冬来表示冬季的开始 立建时也 那对立冬的理解呢 我们还不能仅仅停留在冬天开始的意思上 这根溯源 古人对立的理解啊 于现代人一样是建立开始的意思 但冬字就不那么简单了 在古籍月令72侯级节当中 对冬的解释是冬中也万物收藏也 意思是秋季作物全部收晒完毕收藏入库 动物也已经藏起来准备冬年了 看来啊这立冬不仅仅代表着冬天的来临 完整的说 立冬是表示冬季的开始 万物收藏 规避寒冷的意思 流感呢 是立冬之后最容易患的疾病了 所以在立冬之后啊 要防范流感病毒 不管家里还是办公室 您一定要保持清洁卫生 不让病毒有自身的空间 注意多开窗通风 保证有新鲜空气的流通 也可以适当的运动 提高身体免疫力 在立冬之后 可不能够受寒了 一定要注意保暖 民间谚语说 立冬不端饺子碗 冻掉耳朵没人管 这饺子啊 源于娇子之时之说 那立冬呢 是秋与冬相交的日子 过年呢是两岁相交 故这个娇子之时的饺子 不能不吃 同时呢 立冬时节 人们吃饺子混沌 也象征着咬破混沌天地 迎来新生之意 如今我们庆祝立冬的方式 也有了创新啊 在我们东北地区呢 立冬之日 冬泳爱好者们 喜欢以冬泳的方式 来迎接冬天的到来 其实无论是室内运动 还是户外运动 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 因为天冷的时候 人体的肌肉 关节组织活动性降低 具有一定的惰性 因此呢 锻炼时更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 以免发生意外 喜欢说节气 带你感知冷暖 下面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 我省各主要城市 具体的天气情况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 飞克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马可波罗子砖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大国品牌 大分量方便面 新行者 及卖狼一同伴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 零下五到零上十摄氏度 白城晴晨都云 零下五到零上十摄氏度 宋元晴 零下五到零上八摄氏度 四平晴 零下四到零上十二摄氏度 辽园都云 零下六到零上十二摄氏度 吉林晴 零下五到零上九摄氏度 通化晴零下五到零上十摄氏度 白山晴 零下七到零上九摄氏度 延吉清爪都云 零下五到零上七摄氏度 长白山晴 零下十到零上七摄氏度 长春晴 零下五到零上十摄氏度 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游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电信老化该谁维修 电业部门划分责任 七巡老人生财有道 组织卖淫被抓现行 未成年女孩兼职 网络主播 适用机离职工资 砸成糊涂账 干了二十多天就离职了 那个主我就说我没通过审核 工资一分都不给 二十二天我们是八小时 不管是天数还是小时 都没有办法 如果说没干满一个月 也必须按着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支付 还能报仇 公司欠薪八个月 社保也都未补缴 劳动者权益砸保障 我们单位现在是八个月不开始 离职呢 新单位这个要求提供社保 转不过去 就单位就一直没给交 央企业重组 十二分呢 它是全都到的 就这家有客人 打个费程就宣布 本节目要继续传媒 即是云 智慧影音5.0系统 在直播出 电信5G上市了 玩转5G手机 云游戏云VR 超高清视频 炫酷应用抢先体验 欢迎回来 这里正在直播的爽都市 昨天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了 南湖新村57栋 楼内电线老化 维修责任 杂话分的新闻 那今天呢 电影部门的工作人员 特别来到了小区 针对维修责任 以及维护范围 为居民进行的写答 11月8日 记者前往了 南湖新村小区 57栋的居民表示 由于电线老化 导致停电数天 却一直没有人来维修 在采访中 居民也前往了 国家电网 朝阳供电营业厅 工作人员说 楼内电线损坏 不在他们的维修范围内 就在今天 针对维护范围 该怎样划分等问题 电影部门的工作人员 为居民进行了答应解惑 在现场 工作人员找到了 由电力工业部发布的 供电营业规则 其中第47条 供电设施的 运行维护管理范围 按产权归属确定 公用低压线供电的 以供电接护线 用户端最后支持物 为分界点 支持物属供电企业 随后 咱们得统一就是整个居民 所有人的意见 然后来进行更换 这个楼内管线也好 维修管线也好 然后来找有自制施工单位 咱们指派 我们没法指派这个施工单位 然后但是 有我们单位 在一楼云大厅 那是真板 板上那个 有好一十家 上百家的施工单位 就是可以自行点 就差不多有电话 咱们那个有居民 都同意见 然后一起找这个施工单位 来进行把这个管线 进行维护了 这件事的 首要都市家月许真报道 身边的安全 我们来关注一下 小区里的黑手 最近呢 家住长城市华大天朗 国际小区的 王先生向我们反映 自己停在小区内的车 被人恶意划伤了 损失达到了上千元 而事实上 在华大天朗小区内 被人恶意划伤的车 还不止王先生这一辆 前天晚上 七点半下半左右 然后到这小区 然后早上九点 八点多不到九点吧 下楼的时候就开这车 就被划了 就划成这样 然后那个侧面的话 大概有六七十公分长吧 然后后备箱 划的滴漆都露出来了 据车主王先生讲 小区内车为紧张 于是当晚他将车 停在小区内 马路旁的道路上 而并排停放呢 还有七八台车 第二天一早 发现车辆前后左右 不同程度受损后 立即联系物业公司 调取了监控录像 我即使是当你 当你地方的 然后你给我打电话 我肯定也把车动了 我也不能说 把车一直停在这块 我觉得物业应该 加强一下管理 然后那个最起码 摄像头你得换一换 然后那个我去掉摄像头的时候 摄像头几乎就是 什么都看不清 然后那个 连车牌都看不清 王先生告诉记者 华大天亮国际小区 属于半封闭管理 平时人员和车辆 出入比较随意 而这次划车的事情 已经不是头一次发生 就在记者采访时 注意到旁边一辆银色轿车 车身有明显划痕 于是记者通过车上的电话 联系到了车主 他很快赶到了停车场 车主李先生表示 他不明白 为什么将车停在小区内的 正式停车位上 也会造人黑手 随后记者来到了 小区物业公司反映情况 并在监控室内 调取了当晚的监控录像 但受画面质量影响 暂未发现有价值线索 针对业主投诉 物业人员管理 以及监控设备存在问题 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当初是地产公司 在2008年配备的 因为电子更新比较快 现在图像是晚上的时候 不是很清晰 如果需要更换 是需要业主 共同申请维修基金 对于业主反映的情况 和这个区域 物业公司在加强人员巡视 重点主要是在晚上 目前两名车主 已向辖区派出所报案 首网都是俊阳 兴南报道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叫做其实则随心所欲不欲拒 但接下来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 他只顾着随心所欲了 随心所欲干嘛呢 说前段时间 四平市公安局 辽河区分局的民警 接到群众举报 说在一栋居民楼内 有人从事卖淫嫖娼的活动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为违法人员提供场所 组织卖淫嫖娼行为的 就是这么一位 年过七旬的老人 2019年八月份 四平市公安局辽河分局 接到群众举报 乘医居民楼内 有人从事卖淫嫖娼活动 接到举报后 民警到场检查 民警进入屋内 此时有两人 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 张某今年七十多岁了 他用自家的房子 融流他人卖淫嫖娼 老张头就聚集了 这个社会闲散人员 这个女性 从事卖淫行为 一个三轮车司机 把那个油打电的 就给她送过来 这个卖淫女 就是一个三轮车女司机 每次都是二十块钱 到三十块钱不等 然后老张头 从中抽取十块钱的红利 当天查获的这名嫖娼人员 是附近乡镇的一名村民 趁着上街里 来买菜籽这个机会 然后就直接到这儿 来找那个 找女性 还要做的可人 值得可人呢 就使得没用的 对于三名违法嫌疑人 民警进行了教育 同时对他们做出了 不同程度的行政处罚 熟望都市新冲雨风报道 我们在做任何事 都要全力以赴 但更要量力而行 因为没有什么 比安全更重要 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而言 他们看来 没有什么比掌声 和博得眼球更重要 比如说前几天在陕西西安 就发生了这样一幕 一个男孩在学校和同学 玩变魔术的游戏的时候 竟然将一根长达五公分的钢针 生生地吞了下去 这个男孩还好吗 来看今天的微视频 一男孩在玩变魔术游戏时 竟将一根五厘米的钢针吞了下去 老师得知后 赶紧联系家长 把孩子送到医院 经过手术 钢针顺利取出 提醒家长 一定要经常引导告知孩子 哪些东西不能随意吞食 避免意外发生 一六岁男孩与家人走失 而且不记得家庭住址和电话 民警在附近走访时 正巧碰到一幼儿园老师 他称家长群在发孩子走失的消息 民警一看正是这名男孩 孩子母亲迅速赶了过来 不过在小孩走失的八小时里 孩子父母始终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发朋友圈寻找孩子 不报警光发朋友圈咋想啊 下面这场事故啊 太让人揪心了 一小孩在过马路时 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在地 结果又遭车轮碾压 孩子腿部受伤严重 万幸没有生命危险 每年我们要过很多节 那今天呢我们要给自己过节 每天的新闻当中 我们的镜头对准的都是别人 那今天呢我们的镜头要对准的是 工作在一线的记者同胞们 我们要来看一看他们的工作 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又是一年记者节 是竹梦前行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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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los评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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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说自己是学习表演专业的 在家人的鼓励下 从今年开始 他尝试着在抖音平台上进行唱歌直播 当时公司告诉他 如果签约 不但礼物分成会提高 还可以给予专项推流扶持 当初跟我说这份工作的时候 就让他出来历练一下 因为学表演的 总要出去就是露脸嘛 然后我想给他一个机会 王女士说 签约后 侄女每天都会到公司直播三个小时 内容基本上就是唱唱歌聊聊天 干了二十多天后 因为种种原因 侄女提出了离职 对于小王提到的审核一事 记者也向小王的经纪人 王女士进行了求证 那么究竟是否如小王所说 为何公司会拒绝向小王支付工资呢 随后记者来到了 位于国际大厦壁座19楼的 西瓜网红传媒影视公司了解情况 考核那边是由我来定的 当时我是说考核没有通过 看保底或啥呢 他这边都是上报给财务 对面做那个板块的 但是我这边是没有通过 就是没有进行上报 如果说保底通过的话 不跟他签合同 八十二天五十八小时 不管是签数还是小时 他说没有满足 就算他就是按照保底通的话 他这个条件也是不满足的 没办法给他做这样一个兑现 王经理说 正常监职的规定 是一个月工作二十六天 每天直播时长不少于三个小时 而对于小王提出的 从未有人对位通过审核 进行告知一事 王经理也做出了回复 这件事情是没有过分到位的 听人说就是咱们这边提到了 考核的问题 但是保底这一块 说是仍然给他保留 有个问题的情况 这个我没有说过 如果说有什么疑问的话 就可以去劳动局 我的意思就是想 一切听从中谈 那么像小王这种 兼职工作不满一个月 且未通过试用期的情况 工资应该如何进行支付呢 就此记者向劳动部门 进行了咨询 如果说没干满一个月 也必须按照劳动者 实际工作时间支付劳动报酬 没有干满一个月 没有坚定签进劳动合同 而不支付劳动报酬 这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不坚定劳动合同 适用期是无效的 这亲自标准 就是应该按照他这个 同工同筹 按照实际相同岗位的公司去执行 工作人员表示 劳动者可根据正常流程 向他们进行投诉 他们会在实际调查取证后 做出相应处理 如双方对问题争议较大 案件将移交至劳动仲裁部门 进行劳动仲裁 仍无法达成一致的 劳动者可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双都市报道 其实像小王这样的 未成年网络主播并不少见 而对于他们的存在 社会上的争议声音 也一直存在 有一部分人认为 这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 如果通过网络接触直播 或许会对孩子的人生观 价值观造成影响 而另一部分人 像小王的姑姑认为 这是给孩子一个 自我展示的平台和机会 而据了解 目前我国关于未成年人 能否进行网络直播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为规范网络直播市场 2016年11月 国家网信办发布了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该规定从2016年12月1日起 正式开始实施 规定中对主播的注册流程 进行了明确约定 但对其年龄并无具体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 2018年4月 因传播设为成年人低俗不良信息 国家网信办对快手火山小视频 等多家直播短视频平台 进行了约谈 约谈过后 快手等平台发布了多项整改措施 其中一条就是禁止18岁以下的 未成年人注册网络主播 并对之前所有未成年人 注册的主播账号进行了封停 虽然已经有平台限制 但是未成年人从事网络直播 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范 在今年的两会上 全国青联提交了 关于预防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游戏的提案 建议尽快出台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即考虑对未成年人 担任网络主播 做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我们也期待着 相关的法律法规 能够尽快落地 让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能够规范起来 首网都市报道 其实说起网络主播 不只是未成年人 很多成年人也想当网红 那么以至于目前的市场上 网红公司乱象不断 对于这样的现象 我们的主持人赵龙 有话要说 时间交给赵龙 一起进入今天的 有话找说 不睹不快 落点时刻 且听我赵龙有话 赵说 我是赵龙 时间不多 咱们长话短说 说起这屏幕前的网红 对于每个手机用户来说 都不陌生 然而说起这些 网红屏幕后的职业生涯 人们除了对个别头部大咖的 创富神话有所耳闻之外 其实对于很多 其他的网红还是很陌生的 不可否认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日益成熟 一些正规化 体系化的网红公司 直播平台 已经从那些参差不齐的 散兵游泳当中 脱颖而出 但是在互联网 这个花花世界里 大量鱼龙混杂的行业乱象 甚至拿不上台面的 那些行业潜规则 它依然还在野蛮生长 举个例子 所谓的某些网红学院 你看这学院高大上 实际上 铁打的银盘 它流水的兵 谁来了 都可以到镜头前试一试 能挣着钱 公司跟你签约 你跟公司分账 挣不着钱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一拍两三 你这还什么学院呢 还有些网红公司 你看起铺的时候 团队都像打了机器一样 干劲十足 等到赚了盆满钵满 老板想垫大气客 网红想另立山头 当初这一纸合同 在各方欲望的撕扯之下 是弱不禁风 网红公司之所以乱象不断 我总结了一下 原因至少有四条 首先 这行业门槛忒低 什么人懂不懂 都敢进来潮上来 那能有好吗 其次 这试错成本也不高 感觉人不对就换 感觉方法不对 就推倒重来 那能靠谱吗 第三一点 造负速度太快 甚至是一种不正常的快 让很多年轻人 把网红这份职业 他就当成了刮彩票一样 刮中了那是一本万利 那哪还有什么 深耕沉淀的想法呢 第四 这个行业这个玩法 也是变化太快 今天看微博 明天刷抖音 后天火了快手 大后天全民直播 是吧 各种不同的玩法 应对的都是不同的网络红人 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 成头变换带王旗 您说这职业的用人体系 他能消停得了吗 说了这么多呢 就是想给电视机前 某些想要投身网红事业的朋友 咱们提个醒 能不能红 能不能火 不光得看您有没有这个天资 祖师爷赏不赏吃这碗饭 还得是在选择网红公司的时候 给自己多留个心 有话照说 咱们下回接着聊 把时间交给安格 看来做不做网红 怎么做网红 真是值得深思 接下来咱们再往下看 最近长春的佟先生 也有些郁闷 因为他这工作单位 拖欠八个月工资了 而且对于不发工资 单位连个说法都没有 朋友劝他 说要不然 这不开工资就离职吧 但是佟先生想离职也不行 因为他的社保金单位 还拖着没交呢 佟先生的工作单位位于长春市高新区顺达路 名叫宏达光电子公司 是一家做生物特征识别的公司 佟先生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大约200多名员工 之前虽然公司也有拖欠工资的情况 但是陆陆续续的就会补上 可自从今年以来 公司出现了大规模的欠薪情况 目前为止 他个人已被拖欠了八个月 累计六万多元的工资款 公司不景气 佟先生想到了离职 可是离职也遇到了困难 我们单位现在是八个月不开职 也不成多啥时候给开 然后我们现在离职呢 新单位这个要求提供社保 转不过去 就我到这个单位 就单位就一直没给缴 佟先生说 自己的社保钱和住房公积金等 单位一直没有给缴纳 现在自己一方面无法顺利离职 另一方面对于欠薪 公司一直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说法 佟先生不知道 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 他的钱是不是还能要得回来 企业目前经营效益不好 然后还发个文 就是你们想走公司不留 然后但是那个目前还结算不了 随后记者跟随佟先生 来到了这家宏达光电子公司 了解情况 但是办公楼内相关领导不在 随后佟先生拨通了 公司负责人的电话 公司的王总证实 前一段时间公司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 导致拖欠了员工的工资 今年12月份 公司将进行重组 这种情况 马上将会好转 这种情况什么时候能有所好转呢 这位负责人表示 到今年12月除了重组 注入公司一笔资金外 公司本身的一些款项 也会在年末到款 都会陆续用于补充员工的工资 和社保金等欠款 员工的这个社保问题 录制一直没有给交过 我们都给交 都没解决 是没成批的 一个一个的都在 为什么没有按时交纳呢 那不就是资金紧张吗 针对公司目前的现状 公司负责人表示 稍后他们也会召开一次员工大会 和大家说明公司的情况 解答员工的困惑 佟先生表示 作为员工 他也希望公司越来越好 他会再等待一个月的时间 等到12月份 他希望公司能说到做到 结清工资欠款 守望都市徐莹宇峰报道 今天有网友爆料了 在11月7号中午 吉林市龙滩区202国道附近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大客车 与一辆大挂车相撞了 这客车直接被撞到了 路旁的包米地 具体情况 来看看小手拍拍 今天有网友给小手发来视频 11月7号 在吉林市龙滩区202国道附近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大客车与大挂车相撞 事故现场一片狼藉 大客车尾部受损严重 挂车半个车身 栽倒在路边 具体情况还在调查当中 冬季来临雪天路滑 车更难开了 提醒大伙 一定要小心慢行 安全第一 今天有网友爆料 在路边看见了一辆 共享汽车停的特别技术 那是颜色和风 这车停的厉害 厉害 厉害 明明就是刮上了好吗 难道这又是为拿 共享汽车猎手的 共享汽车是为了 能够给大家提供方便 一定要按要求规范使用 切勿乱停乱放 11月7号 有网友给小手发来了图片 在通话市民主炉中间 有个下水井堵塞 污水横流 气味很大 从图片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马路上流着冰水混合的污水 结冰后 行人和车辆都不好通行 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尽快处理 消除隐患 11月6号有网友爆料 长春市盛世大街上的 锦江之星宾馆 烟囱噪音很大 附近居民不堪其扰 声音确实不小 怎么回事呢 住在附近的居民说了 他们和宾馆沟通过 是烟囱出现了故障 可是都过去两个月了 还没进行维修 希望宾馆能尽快修复 别让居民再受困扰了 接下来问您宋福了 宋福记者赵馨带着礼物 来到了长春市的一大宿舍 来看看谁这么幸运 赵馨你好 你好主持人都市宋福 幸运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长春肿瘤院冠名 即时传媒特约播出的 都市宋福 那今天呢 我们的宋福小分队呢 是来到了我旁边的 这位女士的家中 首先呢 也让她来给我们 做一个自我介绍 你好 你好 那个 我是 我叫詹阿杰 那个一大喜事 经常看你们的守望都市 不说经常看 就是天天都在看 每天 每天都在看 到点就在这坐着等着 这个守望都市 对于我们家来讲 就是比较非常非常的重视 大人孩子 大人孩子 每一个必须看 这个 詹阿姨就是难掩 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喜爱之情了 就是上来的时候 介绍完自己 就开始表达这份感情了 对 这个时间我们几乎都是什么都不干 就是看电视 对把饭做好了 就等着看这个 刚刚的这个阿姨说了 什么都不干 就看电视 我想问一下旁边这个 这个是小孙女是不是 孙女什么都不干 作业都不写了吗 对 有时候我就是 有时候我就是 写作业 听着这声了 就过来看电视 看完了再去写 再去写 电视呢得看 作业更得写 是不是 那旁边的这位呢 刚刚我们是了解了 是这个 女士的这个爱人 我们让她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宋洪志 今年67岁 这个守望都市 我们是在家是天天看 看这个一家子都说 每天呢 都看我们这个守望都市 这肯定是错不了了 但是我今天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记者节 我特别怕您说今天是立东 那就尴尬了是不是 记者节 完了还赶上今天立东 就是东北人都习惯 就是吃饺子 吃饺子是不是 您应该把我耳朵说了 我一进家门 我就闻着这个饺子香气 特想知道 就一直想知道 一直没敢问 今天咱们呢 饺子包的是啥馅的 酸菜馅的 是酸菜馅的 我的最爱 也是咱东北人的最爱 我们都吃了 可是你们记者太辛苦了 我们可能是 等要晚上回家 跟家人一起吃了 那刚刚呢 这阿姨也说了 今天呢是记者节 同时呢也是立东 是不是 这个呢 我们都要吃饺子 吃饺子作为这个 咱们东北人的一道 这个非常喜爱的一个菜吧 或者说一个主食 是一个百搭的菜 你看啊 上车饺子 然后呢 虽然说下车是面 但后半句咱就不说了 这个早上呢 可以吃饺子 晚上可以吃饺子 中午还可以吃饺子 没事可以吃饺子 有事更得吃饺子 可以说是饺子 万物皆可饺子 饺子这个东西 它太大了 是不是 是 可是你们呢 到现在还没吃上饺子 饺子呢 我们今天必须得吃上 下了班 我们就吃 行吧 还非常辛苦 那刚刚呢 这个阿姨还说 今天是记者节 她呢也是通过 看咱们这个守望图示的 这个记者节的宣传片 才了解到 今天是记者节的 您看了我们这个宣传片之后 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哎呀 你们这个宣传片做得太好了 就是你们这么辛苦 我们 强大 强大 你们所有的这些记者 真是的 我们觉得好像是 几乎都记在心里 都记在心里了 是不是 那先生你看 你也有点想表达的 你想说点什么呢 我感觉他们非常辛苦 特别是到外面去采访 有一些呢 还都很危险 那其实呢 刚刚了解的时候 也是说了 这个平时可能有很多记者呢 咱们只能 特别熟悉他们的名字 但是今天通过这个小片呢 也是对上号了 是吧 相信呢 每一位看到我们记者脸庞 包括名字的人 都觉得特别的熟悉 是不是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都市送福呢 为您家带来的礼品 都有什么 首先呢 是由我们这个蒙古人呢 为您家提供的 这个价值150 8元的白酒礼盒 蒙古人迎宾酒 好喝不上头 那以及我们酒台区 羽田米叶呢 为您家准备的 李羽田 天香 献礼大米 还有我们这个海信呢 为您家提供的 这个电子相册 以及我们这个蓝阳 为您家提供的 冷敷掩贴 还有我们和林食品呢 为您家准备的 这个调料大理包 以及都市首选呢 为您家准备的 这些卷子 你们为什么叹气呢 我就是谢谢你们 你们 你们太辛苦了 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去表达 感觉呢就是 又有点觉得心疼 我们记者 又有点觉得 这些礼品拿到我们家 实在是太赞了 是不是 是是是 我们都不好意思接收 那您也得接收 谁让这份幸运 让您得了呢 是不是 我们也来一起 对一下我们 都市送福的口号 好吧 都市送福 幸运到家 好的 您这收看的是 由长春肿瘤院冠名 即时传媒 特约播出的 都市送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的 好的 赵新 刚才这个阿姨说到了 我们都吃饺子了 但是你们还在工作 你们还没吃 太辛苦了 这句话说的 真的是心里暖暖的 真的是感谢 每一位热心的观众 感谢你们的支持 以前我作为记者 我作为主持人 经常蹭记者的记者节 接下来我也快要拿到 记者证了 我也可以唐疼正正的 过一次记者节 吃一回记者的饺子了 那么也欢迎 电视机前您 拨打我们的这些电话 来赢取我们的这份福利 5G开移动 未来无限可能 热泪庆祝 中国移动 5G正式商用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首昂都市 这一时段的出行安全 要给各位开车上路的 驾驶员提个醒 这是关于机动车 礼让斑马线的 因为关于这件事 咱们长春交警 真的是动争格的了 我们看到今天 长春交警开展了 针对机动车 不离让斑马线的 统一执法行动 现场对不离让 斑马线的驾驶员 进行了处罚 我们来看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长春市的微信广场 现在时间是早晨的9点钟 虽然这一时间段 正值早高峰 大家上班出行都很着急 但是 离让斑马线的交通法规 是必须要遵守的 那么现在在这里 交警部门正在对 不离让斑马线的 机动车进行查处 违反了道路交通案件法 吉林省实施办法 第79条 第6项 对当事人出100块钱 罚款 即3分 没有离让行人 请你出席下 驾车行人证件 那样了 站台你属于是 先是在你的侧方 往前走 然而你没有停车离让 应该让行人现行通过 咱应该停住车 刚才没注意 没注意 这项法规 您知道吗 我知道 人家以后得遵守交通法规 现在时间是上午的11点钟 我们跟随交警来到了 长春市的贡农大路上 那么这里呢 也是临近 红旗街商圈 行人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在这一路段 坐到机动车里 让斑马线 也是格外的重要 刚才啊 通过这个近半小时的 执行过程中 也发现 咱们的绝大多数的车辆 在行经斑马线那时候 都能主动停车让行 不离让 斑马线的行为呢 也在减少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吧 车让人 人快速通过 这种出行方式 能被所有人所认同 共同创造一个和谐 文明的道路就能安全环境 爽都市则续张扬报道 说到双十一 现在大家想到的都是买买买 而我说的双十一 则是要给家住 长城市二道区的居民提个行 因为那天您家可能会停电 时间是早上的八点半 到下午的五点半 另外今天还有哪些 您得知道的事 来看看今天的便民服务台 严吉市事业单位 你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30人 报名时间 11月13号至11月14号 报名地点 严吉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一楼大厅 咨询电话 0433-430-3535 具体招聘详情 可以到严吉市 人才服务中心网站查询 近日 松原市自来水公司官方 微信公众号正式上 完成手机在线缴费等业务 再来看停电消息 11月11号早八点半 到下午五点半 二道区金卫已现 有计划停电 受影响范围 卫星路已北 微海路已南 临河街两侧 丁开五区部分用户 一通河部分用户 绿地公园 一通河掉续水池 临河湾 最近想买车的观众注意了 2019长春秋季 汽车交易博览会 于11月7号到11号 在长春会的中心隆重举行 本届车展都是汽车厂家 直接参展 展览规模达五万平 80多个汽车品牌 500余款车型 集中亮相 本次车展恰逢双十一 汽车厂家都给出了 大量预优会 想去车展看看的观众朋友 您可以通过微信 搜索微信号 19997197104 并添加好友 立刻申请免费车展门票 守望都市电视报道 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 今晚2019-2020赛季 CBA联赛 吉林东北虎南兰的 首个主场比赛 即将拉开帷幕 在之前的两轮客场比赛当中 东北虎都取得了胜利 而今晚的比赛 东北虎也将迎来开门红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城市体育馆 2019-2020赛季 CBA赛 第三轮吉林东北虎南兰 对阵 八一南兰的比赛 将在今天晚上如期进行 那这也是本赛季 东北虎南兰首个主场的比赛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呢 正是八一南兰 正在进行赛前的 适应场地训练 那么同时呢 长城市体育馆 东北虎这个主场的 所有的灯光设备 以及电子设备呢 也在调试当中 大战灾气的 长城市体育馆 被装饰一新 磕场脸脸上的 东北虎回到主场 感觉状态不错 面对今晚的首秀 球队希望以全新的面貌 展示在全省球迷的面前 我们首先立足于 跟对手这个拼队 拼做法 拼防守拼篮板 反观八一南兰 全队名气最大的 就属主角练王志志了 但正是这样一支 年轻的队伍 就要在今晚 给主队制造麻烦 在限制办事同时 我们也得 防守国内球员 别到时候外援也防不住 国内球员也防不住 那就会大花了 可以说每个赛季 东北虎那篮都承载了 所有既定球迷的期望 目前第三轮和第四轮 东北虎两个主场比赛的 门票已经销售已空 我们也期待在长城的 魔鬼主场 共同见证 东北虎斩获新赛季的三连胜 首帮都市 王磊 海军霸达 来自大众 尽想出众 接答VS5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 青花狼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 零下五到零上十摄氏度 白城晴晨都云 零下五到零上十摄氏度 宋元晴 零下五到零上八摄氏度 四平晴 零下四到零上十二摄氏度 辽延都云 零下六到零上十二摄氏度 吉林晴 零下五到零上九摄氏度 通话晴 零下五到零上十摄氏度 白山晴 零下七到零上九摄氏度 延吉勤转都云 零下五到零上七摄氏度 长白山晴 零下十到零上七摄氏度 长春晴 零下五到零上十摄氏度 江淮汽车家具A5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驾驶力早餐饼干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飞碟汽车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水上都市 节目的最后呢 要来听听观众的留言 要来说这事挺着急的 新车买了 没开几天呢 丢了 这是长春市民陈先生 遇到的情况 他说呢 昨天呢 他把银灰色的东风风行 林智M3车停在了超凡大街 与越达路交汇的 政府规划的车位上 可是今天早上一看 没了 这车到底哪去了呢 这车呀是贷款买的 是10月25号提的 那联系了贷款公司 还有4S店都说了 这没开车呀 车牌号呢 是GAZ57Q9 先把有知道这辆车线索的 可以与陈先生联系 电话为13604318604 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明天同时间 我们再见 明天见